材料清单,芋圆所需食材,红薯250几,紫薯250几,芋头250几,木薯粉400几,蜜红豆所需食材,红豆500克,冰糖50克一个人,口味增减,水两升,咸草冻所需食材,黑凉粉50克,冷水150毫升,开水1.1升,将紫薯,红薯和芋头洗净小皮切成小块,切好后, 像紫薯,红薯和芋头蒸熟,直到用筷子轻松传透就可以了,用工具导成泥状,如果没有工具,也可以用叉子导,或者放进保鲜蛋,用擀面杖擀成泥状,导成泥厚的样子,分别加入木薯粉,揉成软硬式中的面团,薯类和木薯粉的比例,大约为2比1,这只是一个参考值,因为每种食材的含水量不同, 比如字数就比较赶,含水量少,揉面团的时候,就要少加些木薯粉,揉不好成团,特适量加一点牛奶或水揉,而如果用南瓜的话,水分就很大,需要多加木薯粉,木薯粉加的越多,食材本身的味道就越淡,所以加粉的量要根据食材来控制,揉好的面团越有弹性,软硬式中,可以搓成条状, 如搓成条状时面团散开,说明太干了,需要加点水或牛奶继续揉,面团搓成条状后,用刀切成小段,滚下粉防粘,全部切好的芋圆,如一次吃不了,可以装保鲜袋放冰箱冷冻,吃的时候拿出来可以直接煮,不需解冻,煮芋圆的时候,水开后下芋圆,开锅后芋圆浮起来就可以了, 捞出芋圆时立刻放入冰水,可让芋圆口感Q弹加温,吃的时候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力加入红豆,鲜桃冻,椰浆,煉乳等调味,也可以搭配水果,味道也很赞,蜜红豆的制作方法,红豆500克季节用清水泡3个小时,红豆和冰糖的比例约为10比1, 喜欢吃甜就多放些,可一日个人口味增减,将两双水烧开,放入泡好的红豆,开锅后转小火煮,水减少约一半后放入冰糖,稍微搅拌至冰糖融化,不需一直搅拌,小火煮至至水收干即可,蜜红豆完成,可打开各种甜品,鲜草丼的制作方法,开凉分分50克, 冷水150毫升开水1.1升,将150毫升冷水倒入50克黑凉粉粉里,搅拌均匀,同时1.1升水大火烧开,在水开后关火,倒入获得好的黑凉粉液体,搅拌均匀,室温冷却,晾凉凝固后冷放入冰箱冷藏,吃的时候,取出些小块即可食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